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忘记点个赞哦 大家好 这里是数据中学院 今天的话是数据中学院举办的系列讲座 关于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大数据的系列讲座之一 我是Jason老师 今天的话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数据项目的presentation 为什么我们要去讲这个话题呢 几个原因了 第一个就是最近我们有很多的同学 拿到了这个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的这个面试 然后拿到了这个面试的这个take home的这个project 这么一个面试的形式 就是给你一组这个数据集 然后给你一个商业问题 然后呢让你做一些这个商业分析 然后呢在你这个最后的这个呈现的结果里边呢 很多这样的这个take home challenge 都要求你做一个powerpoint 就是做一个presentation 把你的这个结果呢放在一个这个powerpoint里边 那么这样的话等于相当于就是大家以前的时候 特别是很多这个学生可能没有做过这种就是数据相关的这种presentation 所以遇到一些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数据的工作 包括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师商业分析师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做一个communication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和很多其他公司里边的这些同事 包括marketing啊engineering啊 包括产品啊 甚至于比如说更高级的一些项目经理啊 公司的这个 比如说像这个管理层是吧 CFO啊CTO啊 向他们去做一个报告 那么最好的报告形式呢 其实就是一个presentation 用这个powerpoint呢 或者其他一些工具 写好这些slide stack 对吧 那么基于这两个原因 我们就给大家举办这么一个讲座 然后的话呢也是学院这边委托我 结合就是辅导同学们这个就是面试的时候的一些这个经验 以及在这个我们和这个consulting这个公司的这个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经验 好 你怎么去讲一个数学的一个故事 对吧 这里面包括你的数据 包括你的这个商业目标 包括你的 Python或者R的code或者是Excel里边 你的这个就是发现的一些数据里边的一些insight 然后的话呢 就是最后你的结论是什么 你给这个团队提供的这个plan solution是什么 对吧 这个是你整个的一个数据的一个presentation的一个内容 那么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数据科学读书会前面讲了六本书 其中有一本书呢是一个google的一个数据项目经理写的 他叫storytelling with data 那么今天咱们就借用一下这个谷歌的这个项目工程师 他的这个一个算是写这个PPT的一个模板吧 或者一个框架思路 我们来去展开 就是你如何去做一个数据相关的一个presentation 如果大家对于这种细致的内容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读书会的这个回放 storytelling with data 然后的话里边会有更详细的内容 好 基本上来讲 我们有五个步骤 四个技巧 然后这个五个步骤四个技巧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在我们做这个工作过程当中 第一个我们想做的是什么 就是说叫understand the context 就是我们想去通过这么一个presentation 去解决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它的来龙去脉上下文是什么 对吧 比如说你拿到一个公司 对吧 它是做这种比如说这个 现在疫情的原因 有很多公司都开展一种服务 就是直接把产品 deliver到的 直接deliver给它的用户 对吧 那么你拿到的是一个 比如说过去的 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些数据 那么你想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去提升 这种deliver的这种用户体验 这个的话呢 就是你的这个 这个问题的一个上下文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数据 你要解决什么样的商业问题 然后你最后的话 就是给你要求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的时候 因为我们呢 是在像这个 一些呃非专业人士 可能这个词不是太准确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像一些其他一些工程师啊 或者是管理者呀 或者是同事 去展示我们的 比如统计分析 我们的机器学习 然后我们的呃 数据科学 甚至是人工智能的分析的结果 很多情况下 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 比如说软件开发工程师啦 然后产品工程师啊 销售啊 就是marketing team的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 甚至于比如说这个产品设计的 甚至于这个公司的管理层 他们不会理解 A-B testing是什么 他们不会理解这个中值和平均值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啊 他们很多的时候甚至于呃 不会去这个理解 而机器学习是个是个什么东西 机器为什么可以做那个prediction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可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能够更好的去 versalization去就视觉化的去呈现你的这个结果 而不是满屏的都是你的code 满屏都是你这个比如说一个数据的一个表格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也就是一个技巧 对吧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 要去什么 要去从观看者的这个就是这个角度去想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尽量让他们能够看得懂 去把一些分散的一些信息 不重要的一些信息 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得出这个结论的中间的这些过程 对吧 这些的话呢 其实他们并不一定能够有兴趣 或者是能够听得懂看得懂 那么我们可能会把这些比较分散的这些内容 要尽量的就是说清理掉去掉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其实想呈现的是说 我是怎么做出来的 然后我用了一个un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的一个clustering的一个方法 帮你把这个user segmentation做出来了 然后非常的神奇 对吧 我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算法 但是听众本身来讲 他可能会觉得 这个不是他关心的一个重点 这个的话呢 等于形容于就是引入下一个话题 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去呈现 就是说你这里边的话 特别是就是说你在准备这个powerpoint的同时 你可能就已经想到你将来是怎么去做这个presentation 那么你这幅图里边有哪些重点的能够凸显的东西 能够去吸引attract对方的这个attention 对吧 然后当然最最后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就是 tell the story 就是讲这个故事 那么你这个故事的话 其实是说我作为一个数据科学家 那么我通过这个分析 那么我给你一个solution 给你一个action plan 给你一个recommendation 对吧 那么我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就是可以去帮助到你 我是怎么样去从一个数据的一个insight 然后去做比如说这个root course 就是根源根本原因分析 或者的话呢 我根据这个insight 根据过去的数据 做了一个prediction 基于这个prediction 我希望我们能够这样这样这样做 就能够去提升改善我们这个就是这个home 这个deliver的这个用户的这种体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你可能会去用一个visence一个语言 去讲你这个整个人去讲你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给同学介绍 就是说你做这个PPT 其实你是有这么五个需要考量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和步骤 那么下边的话呢 有四个就是你要去注意的问题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叫less is more 就是你所去呈现的这个东西一定和你所讲的这个story 最后给的这个结果 最后你一向提提出的这个solution相关的 那么不是说把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这个呈现出来 没有你只要呈现出来一个storyline 一个故事的连线 我觉得就可以了 越简洁越好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听讲座的习惯呢 可能还是说没有那个习惯 就是去满屏的去读你这个讲座里边的这些text 大家可能会更多的是通过你 比如说这个地方讲到这个virtualization 你有几个图对吧 那么大家一下子就原来你要讲这个东西 而不是说满屏的全部是这种文字 所以的话就是文字这方面的话 我们尽量就是说去做小一点 当然了就是说你可以把你要讲的东西 可以放在这个notes里边 这样你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呢 你传播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就是一定要真的 就是视觉化 视觉的效果包括是布局 那么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今天来去讲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templates 等于相当于你要想你让你的工作的效率高 那么的话我觉得使用一个别人的一个模板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就是说讲这个故事 那么我们这里边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给大家推荐一个 一个这个叫framework吧 然后英文的话呢就是star star star就是这个明星的意思 对吧 那好那么它是四个英文单词的这个锁写 也就是star stand for situation task action results 对吧 就是这个结果 好 那么的话呢就是说 你整个这个要讲的这个story这个数据的这个故事 你可以去think about 就是说 我是在什么situation之下 对吧 我要解决的这个商业目标 是吧 我要完成的这个数据分析任务是什么 那么的话呢就是说 哎 我在这里边采用了哪些的这个分析的步骤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就经常去用这个templates 去组织我们整个的这个思维 也就是去明白就是说 我们整个这个故事线路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 嗯 不止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storyline 对吧 你的这个讲这个数据故事的这个线路 然后重视什么 重视就是说这个数据可视化 那么这个数据可视化的话呢 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数据分析 你需要具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然后的话呢 你要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就是这方面的一些common sense 你要知道比如说像 PyChart对吧 那PyChart的话 一般我们是用来做看一个对象 它的一个data objective 一个数据对象它的一个组成 比如说美国人口的组成 对吧 然后要大选了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共和党支持者 它的组成是什么呀 对吧 然后这个PyChart呢 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看什么 看这个比较 对吧 就是看不同的这个因素的这种 就是他们的多少 对吧 当然PyChart的包括 Vertical Horizontal 对吧 Column的话呢 也是和这个BartChart的 就是像类似的一种图形的一种展示 也主要是看这种比较 然后LineChart LineChart的话呢 主要是什么 是看趋势 包括长期的 对吧 你公司的运营是长期健康发展 那么都是这个有增长的趋势 那么的话呢 有没有短期的 Seasonal的变化 是吧 特别是我们可以做 这个季度和上一个季度 叠加的这种比较分析 你就可以看到你整个 Business运行的这个 是否健康 是不是在慢慢的增长 对吧 然后还有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LineChart的话呢 可以去进一步的看一下 就是比如说 不同的两个variable之间 它们是不是有这个association 就是它们是不是有这个 能够有连动变化的这种趋势 对吧 然后下边的话呢 比如说还有就是 关于这个area 等于上去这个是一个 等于上去上去就是 也是画的一个LineChart 但是它会把这个 就是区域全部都这个标示起来 然后这个Donuts的话 等于相当于就是 也是Pi 也是有点像 PiChart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也是讲这个 distribution啦 combination啦 就是你的数据的一个组成 然后这个有BubbleChart 有这个叫Reader 就是雷达 或者叫SpiderChart 对吧 然后我们讲一讲 一个例子吧 像这个ReaderChart 它实际上比如说 你可以把每个点 这是都是关于你分析对象的 它的一个feature 对吧 或者它的一个KPI 它的一个metrics 对吧 那你这个里面 你针对某一个 对吧 某一个用户的一个sigmentation 它的这些feature的这些值的话 那么你会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 就是这一组人 他们的一个特色 特别是 你可以把这个图中这种红色和绿色 这两组人 他们进行一个比较的时候 你就非常可以看到 他们的这个区别 比如说像这个红色的这一组人 它可能就是这个 下边这个feature 我现在画圆圈的这个feature 对吧 它的这个 就是这是它的这个组人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特色 而绿色这一组的话 那么在右边的这个圈圈 这个地方这个feature 他们的这个值比较大 也就是它这边是它的一个特色 对吧 然后这个scatterChart 我们可以看就是分布 比如像前面我们讲的一个cluster 就是一个剧类的分析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边有一些剧类的分析的一些这个效果 你扔你还可以看到什么 还可以看到变量与变量之间的他们的这个就是correlation的关系 对吧 你可以看到比如说 如果它的点都是关乎 对吧 都是关乎一个线性变化的趋势 那么的话一个linear regression的一个趋势 可以通过scatterChart能够表征出来 对吧 然后下边还有一些比如说 comparison chart 还有就是我们一种bar chart的一种变化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个里边的这个combination 是吧 标示出来 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有点像这个咱们比如说开车的这个速度的这个表格 对吧 这个也是就是一种表证一种这个数据的一种情况 比如它的range是从0是吧 然后一直到这个200mile 对吧 就是那么你的当前的速度是多少 对吧 就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用的一些这个图表 对 下边的话呢 就是尽量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文字简单的文字简单 那么文字简单的话呢 那么我们等于相当于就是你看这个等于相当于左边我们看到了这个增长 对吧 然后右边我们大大的看到了一个20% 对吧 一个这个 一个 算是一个变化吧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可以大大的等于相当于就是说去这个增加我们这个就是用户的等于是focus 他看到了就是你发现的是一个增长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相对来讲就比较这个醒目 然后还有的话呢 就是关于这个table 那么table的话呢 其实像右边这个table的话呢 他实际上是加了一个有点像我们做这个就是这个热力图是吧 那么他实际上是什么 有一个这个变化 对吧 比如像58% 55 对吧 他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变化 那么的话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就变成是从低到高这些value 他的颜色的一个变化给大家更醒目的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就是在这个table里边你所要展示的这些数据的一些重点 对吧 然后比如说 嗯 线性图 对吧 我们刚才看了线性图的话等于相当于单个线性图表征什么 表征就是趋势 对吧 那么双个变形图的线性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AB两个数据对象的他们的比较 对吧 甚至于比如说ABCD多个variable的他们之间的这种比较 你可以看到比较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线性图去看他们之间的联动的信息 有没有correlation 对吧 然后右边的这个这个这个线性的这个图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更多的是展示了一个就是数据和数据之间的这种变化吧 比如说它highlight的一个career development 那49% 然后有一个下降叫到什么到这个33% 也就是说在2014-2015年度是吧 你作为一个employee的一个survey 然后它的feedback变化了一些主要的趋势 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说什么东西在有一个稳步提升 对吧 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而什么东西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得到了一个negative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可能要去focus看就是这个变化发生的原因 对吧 然后下面就scatter chart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scatter chart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里边加上一些颜色 对吧 这样的话能够去提醒这个我们的这个观众 这些是我们focus的这些cohort group 或者是clustering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甚至于可以画一个average 画一个平均线 这样的话等于相当于就是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看一个separator 就我们是怎么样去分割这些 这些这个不同的这些cohort 对吧 在我们画这个bar chart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就是说 我一般比较喜欢就是用这种就是一个bar chart里边 其实不同的variable的它的分布 那你这个的话 你能够做这种不同cohort 它们的分析非常的明显 比如说我讲这个地方吧 比如这个地方我们是分析 美国的工资的情况 对吧 我们有一个统计的一个课题 就是说在美国是否存在同工不同筹的现象 就是男生和女生同同事同样的工作 对吧 他们这个同工不同筹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个图就非常明显的可以帮助你看到 比如说 a代表我们的男生 b代表这个女生 那么这个category就是我们从事的工作 那么你会看到在不同的领域 是吧 男生女生 他们之间工资的这种变化 那么你用这个图的话 就非常的这个就是明显的可以这个就是去展示这个东西 然后再有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 有这个就是horizontal bar chart 就是横向的图 横向的图的话呢 就是最近我们有一个同学 是吧 做了一个take home的一个project 那么的话去展示一个销售漏斗 那这个时候呢 他其实就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horizontal的一个bar chart 然后呢 配合一些conversion的一些read 然后右边的话 又放了一个就是整个的他的这个就是 一个table对吧 对应的这个左边的 对应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sales final的这个情况 这样的话很有效的就是提供了一个insight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conversion这个过程当中 在哪些步骤里边 我们存在一些这个conversion的一些问题 当然这里边的话 就是也有一些东西了 就比如说像这种就是 py chart 就是咱们刚才讲这种就是 秉状图 那么它可以去表征 你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组成 一个combination 对吧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可能我们会为了比较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这个你左边这个图你看那些大小啊 其实不如右边的这个bar chart看的这个明显 所以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工程师 他们在做这个presentation的时候 可能更愿意去使用bar chart来去表征这种combination啊 各种各样的这种分析 然后这个图里边就是说你如何去有效的去把两个不同的这个数据对象 然后通过不同的这种表征有一个land chart 有一个bar chart 然后之后20132014 这个四个cultures 它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对吧 那么你通过一个等于分开的一个表达在不同的这个skills里边 那你看这个skills是不一样的 那么就是更好的去让大家能够去理解你这个数据 对 OK 好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在去focus在这个数据可视化这部分的话 应该注意的一些这个问题 那么下边的话呢我们来去讲一讲这个模板 模板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就是很多这种专业的人士 他们做这个PPT 就是甭管称layouts布局 是吧 还是从这种细节 还是从这种颜色 还是从字体 对吧 他们都有很多这种这个非常细致的一些工作 而作为我们作为这个就是数据科学家呀 然后数据分析师 甚至于比如说你是一个产品分析师 或者是一个商业分析师 对吧 我们能够去有效的利用一些模板 就是别人已经做好的一些templates 去提升你的这个就是迅速的提升你这方面的这个技能 那么这些模板本身来讲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第一个就是你整个的这个layouts布局应该怎么来做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很多的时候其实你就去填上你的一些这个这个这个图 其实就可以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模板本身来讲 其实它是给你都是做好的 对 我们后边的话呢 会给大家就是有这个就是一个网址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等于就是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些这个别人做好的这种数据的这种这个模板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几个就是这个关乎不同的这个研究对象的这种模板吧 第一个的话呢 是这个website performance 对吧 这个website performance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讲你一个网站你的一个就是一个traffic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说把几个图放在里边 比如说你的average visit time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个比如说 一个叫什么这个循环性的一个变化吧 对吧 比如说每周的七天 对吧 它都有这么一个循环性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对吧 比如说下边这个图呢 就是organic branding 这个地方的话等于相当于就是说 organic 的话其实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网站的这个访问 它是比如说它是直接就是type in 比如说 join ideas.org 到你这个网站上面来 比如说直接说 data app lab.com 就是data app 然后lab就是实验的意思 对吧 实验室的意思 lab.com 这些的话呢 就是说相当于表证了 这个是在你的这个google analytics里边 它实际上是可以帮助你去统计这样的一些这个数据 你看到就是说这个月以及这个上个月以及这个去年 对吧 我们相对的这个变化的一些趋势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这个月份的一些变化 这些其实在google analytics里边 其实都是可以帮你去提供出来 你只要把它copy paste到这个地方对吧 比如说如果要是这个convention的话 因为你都有网站 不同的网页 lending page 产品一页 然后产品details一页 然后add into shopping cars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等于相当于主要是什么 就是你看他的这个主要就是把什么 把你的这个用户的一个 sigmentation的一个这个分组吧 算是比如说你的total用户量你的internet的用户你的比如说你的social media的这个用户的组成 然后他们使用这个移动设备然后他们使用这个移动设备里边的social app对吧 他就把这些的话等于相当于就是做了几个数据的这种呈现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如果你有这样的一页的这个slides的话 那么其实就非常的这个清楚就看到你分析的路径其实是你的7.4个billion对吧 是你整个population3.3.7billion是什么是internet的用户 然后2.7billion是这个你在你自己social media这个network里边的这个数量 然后4.9billion是使用这个移动设备 然后的话呢他们的这个penetration66% 然后有549这个这个billion的这种就是活跃的这种mobile的这种这个用户 对 好那么的话呢就是在我们去这个看这个一个公司运营 他整个一个timeline的一个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做一个公司的某个产品在过去6个月对吧 他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些这个销售情况的一些分析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用前边那些lunchart的展示一下他的变化趋势 然后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就是为了凸显是吧 他们的这个提升对吧 你可以有这个timeline的这种提升的这种表征 然后之后把这个提升的这个数据放在这个上面 就非常的漂亮 然后的话你可以对比如说这个公司运营里边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数据 进行一个就是这个不是一个pile chart 这个其实就是把重要的4个这个数据来做一个表征 比如说你可以这个productivity 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提升fireprint 5%的一个这个提升对吧 OK 然后email marketing对吧 你要去分析一个marketing的一个这个performance对吧 比如说我们发了这个5万个email出去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看一看我们整个这个email campaign的这个效果会是怎么样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的这个email的这个就是 甭管是没有trim也好 还是你使用的这种就是CRM也好 那么他去帮你做的时候呢 他是把这些数据其实给你总结一下 那么我们通过这么一个一个这个这个slides的话 那可以去怎么样呢 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就是去看一看你整个的这个email campaign的一个performance 比如说你的通过email campaign的话 那么你向网站导流的你的这些visitor它的category是吧 比如说有多少是通过SEO来的 有多少是organic的 然后有多少是通过我们这个email campaign过来的 对吧 然后的话等于相当于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一个时间吧 的表征是吧 看一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访问量 以及我们这个产品销售的情况 然后resources这个usage这个地方等于就是你同样的是这个访问量 那么这个里边就是来自于比如说不同的email 你可能每周有一个weekly newsletter对吧 那么你每个这个不同的newsletter它向你这个就是贡献的这个 比如说你的整个的这个traffic的情况 对 当然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没有太去写具体的内容 因为这个的话将来你都可以自己去这个通过这个填写 对吧 然后之后用一个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做好的一些模板 这些模板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来直接用 如果的话他们这个就是这个用户可实化 用户可就是customize这一部分如果做的是不太好的话 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来自己去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PPT的这个单页 对吧 就是这些呢会给我们提供就很好的一个思路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模板 它是就等于是online的一个traveling的statist的一个分析 对吧 那么我们整个的比如说package的这个市场 然后hotel 然后vocation rentals 对吧 就是这个度假的一个分析 对吧 那么它整个的一个值是什么 然后中间比如说来自于就是不同的这个网站 他们的市场的这个范围是多少 对吧 他们在这个category里边的这个market share是多少 对吧 这样的话等于就是非常这个欣喜的可以去展示 你需要去展示的数据 这个matrix 这个我们用的是挺多的 就是如果熟悉我们的话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以前我们做过一个 比如说数据科学了 商业分析师了 数据分析师了 然后 data engineer就是数据工程师了 然后比如产品分析师啊 然后之后marketing分析师 那么他们每个人的他们比如说他们在不同的这种skills里边 对吧 他们的这个就是 这个skills的这个要求的这种情况 然后你这个地方你可以比如说可以是一个颜色油浅到深代表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要求情况 你也可以比如说画这种比如说对沟是吧 就是五个对沟就说明这个工作对于这个技能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对吧 这个的话等于等于如果就是你看过以前我们写的PPT的话你会看到我们其实用这个图去展示整个数据相关的这个就是这个情况 这个技能它的这个就是要求 然后的话我们以前也用过一个类似的图 其实做的是一个面试的一个这个技能 也就是说就是在面试过程当中 比如说你这个数据库这部分你的seql啊大数据啊 然后你的这个data modeling啊 然后你的就比如说这个data warehouse啊 然后对于你的这种就面试的这个就是要求以及这个重视的程度是吧 你也可以用这样一个图来进行这个表示出来 做这个presentation的话就是嗯 我觉得重要的话 还是前面咱们呃讲的几个东西就是说你要去讲这个整个的这个story timeline 这页的话就是有很多这种就是powerpoint的一些templates的一些这个下载的网站 呃个人的话我觉得这个嗯 slide team对吧 这里边其实还都是挺不错 就是你可以去这个呃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呃我个人的这个最对 其实我用的最最多的叫slide share 这个呢其实是linkin他自己这个嗯 自己这个ecosystem就linkin他自己这个收购的一个一个公司的一个产品 叫slide share 然后那个里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专业人士他们分享出来 他们已经写好的 但那些就不是属于这种模板 他是属于就是别人比如说呃怎么用这个就是这个templar啦 然后什么是data warehouse啦 然后在这个就是呃linkin在这个去年是吧 这些这个最popular的这种工作岗位了 有很多人去写这种就各种各样的PPT 然后分享在这个slide share里面 这个也是一个我个人来讲就是比较这个嗯推荐的一个地方 对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讲这个presentation嘛 所以就是说呃后边我就写了一些这个templates 就是说这些模板可以这个下载的地方 好那我们就再回到我们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图 就是说关乎如何用powerpoint或者其他一些这个工具 做一个数据相关的一个presentation 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是吧 几个东西 第一在你做整个这个就是这个PPT之前 你要fully understand the context 你要讲什么东西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在你think about 一页就是one page的时候 你可能会更多的就是说用这种数据可视化的方法 对吧 然后的话第三个就是尽量就是去掉一些 嗯 杂七杂八的东西吧 就影响你这个主是主题的 然后尽量呢就是说去展示你所发现的insight 以及你需要展示的这个logic逻辑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说整个你的这个PPT 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storytelling的这么一个呈现 是吧 好那么我们就再次推荐大家 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这个联系我们 然后之后这个看一下我们以前这个storytelling 这个读书会他的这个视频的回放里面 其实讲了很多这个关于就是数据可视化啦 关于这个讲数据故事啦 关于如何去写这个PPT啦 都在这个里面 对